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 你看过我之前的节目 或者昨晚的直播当中 我也解释了 阿仙奴今季的一个不错的势头 其实只是与利物浦缩窄了一个距离 并没有超越 这场球的胜负反映出 两对开季以来的状态上的分野 等待节目的内容一直跟着 就会跟大家讲解这场球 所谓技术性激倒 是属于哪一方面的事情 其他的小标题 我也等待会再讲 首先要宣传一下 这几个节目近日在我的频道上推出的 包括了一些阿仙奴的节目 另外也有关于曼城的射手 夏兰特的一个节目 还有今次对利物浦之前的一个赛前分析的节目 还有大家希望捧场 我放在另外一个channel 球迷直播室上的节目 叫做《以求会友》 今集就是讲阿仙奴DNA 以及另一个channel的阿仙奴球迷 就是Jayden 一起合作 可能看的人还不太多 大家有时间的话 也过去捧场了 记得 顺手 就订阅这个球迷直播室的YouTube频道 好了 今次我也同样会带来一些比赛上的截图的画面 不过今次就尽量不讲那些入球片段 因为入球我相信大家在上网看一些精华 或者重温 这一场球的时候 都会是可以重复又重复地去欣赏的 我反而会是截图一些是这一场球的画面 我也有些东西想说 从一些其他的位置切割入手 好 接着 首先我仍然要再讲一讲 这个所谓技术性激动 首先第一个 重点就是 阿仙奴不是那种很以弱性强的那种踢法 很可能就是一些 实力比人差的球队 会是一个死守的状态 靠一些偷鸡打一些突击 阿仙奴这场球赛 整场球赛都不觉得他们有这种态度 他们一直是很想抢 虽然有些时间是失去了形势 但仍然是想跟利物浦去抢 想押回你利物浦的后半场 去围攻你 这场球赛事实上在90分钟里面 我们看到这些画面 也不少的 首先在一个警方 要讲讲库安健阳 当正选11人阵容铺出来的时候 不少的阿仙奴球运都会问 为什么不让泰亚来踢 大家都知道斯珍高有伤 甚至乎 有些球运还要问 开球之后 为什么斯珍高没有了 其实看他 赛前的一些训练图片 都已经知道没有了他 出的机会 没什么可能 泰亚来为什么不出呢 周中的欧把赛事照计 又没什么伤患 可能累一些 可能有些针对性的部署 出了这个富安健阳 我截了这个图片 我想说回 刚刚这个时候 利物浦就有个角球攻势 祖尔马迪普 当然会被盖上来 他和雲迪克一对中坚 过去给我印象 祖尔马迪普的 投锤高门是相当之具威胁的 我们看到有富安健阳在阵中的时候 在 盯防对手的一些死球攻势 其实是多一分的优势 对比斯珍高或者泰亚来 你看他紧盯着祖尔马迪普 由祖尔马迪普 转回外围 雲迪克的身后再涉进去 其实 这个富安健阳同时 转回外围 再走 总而言之 跑回到中间那点 其实也是对应 准备起跳的 祖尔马迪普 虽然这个球最后顶到的是 雲迪克 但他已经成功 掀制了祖尔马迪普 即是说他不会是 一个跟着就会跟着人的球员 非常非常集中 另外一点就是 他对位方面面对着 埃及文明 沙拉 当然沙拉今届的状态 是下跌了很多 可能有些朋友认为 其实很多人都能认识到他的 但是他始终都是一个顶级的球星 万一他真是金场波又来了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这么轻松 随便稳告人 就可以盯防着他 所以保持着这种想法的人 就不是很适合 我认为仍然是要 很小心地去面对他的 虎安健阳面对着今天这个沙拉 的而且沙拉也未复苏 所以 三番四次 无论是头顶 脚踢都过不了 我记得上半场有下沙拉 推过了 富安健阳 全场波唯一一次 不过 也是射中他的网侧 跟着起脚 也是匆匆忙忙的 所以富安健阳今天握手左路 无论是面对着沙拉 或者是其他的利物浦的攻击球员 整体上来说 都可以叫做成功 我说可以叫做成功 就不是他单方面个人的问题 他单方面很好 富安健阳 不过 在整体的脅防 整条防线 我想说的就是 当你被人入球 或者被人有功能的时候 这个整体上的责任会比较多 他是其中防线的一员 好了 其中一位防守球员 加比尼这场波 尤其是上半场 可以说得上 他流露出来的神色 未必是太慌张 但是他所潜藏着的问题 这一场波 可以叫得上是 是没有 令到最后的赛果 是偏向一个阿仙奴球迷 不想见到的比分 其实他这场波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就不合格 不是说 我明白的 有些球迷可能会说 为什么一场 令人振奋 令球队振奋的波 都要找一个罪人 其实不是找罪人 首先搞清楚 有时候要 要得分 要批评 我们看到的东西 只是说出来而已 这个波 祖达入到禁区 右脚 想传中 当然找他拍档 扭尼斯 这个时候加比尼 包到位置 对的 但是就省中他 一再看慢镜的时候 哇 真是吓了 我都叫了一声 没有了 输了12码 就是这个波 看到加比尼 其实是 左手 是离开了自己身体的驱管 也是遮起了手 如果相信 或者叫做 以过去的那个判法准则 都应该是死的 这个波一定是 十二码 但是球阵 为什么不准备呢 等待稍后 去到最后的部分 就 再和大家 讲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 另外 就要讲一下 他们的左閘球员 就是 这一场波 其实我觉得 他表现得挺败力的 虽然我一开球的时候 我认为 他都会是 可能会是 阿斯努进攻的 一个缺口点 就是不只是 阿里山大雅努那边 反而阿里山大雅努那边 其实 他有他的优点 这一场波 看到他起码全场 包括下半场 罚低耶稣仔那次 一共有三次 他埋身难截 他的作风 都是一只手 压来压去的 由于因为 他的高度问题 他手一提起 就分分钟 刚刚就中正人的臉 撒卡仔上半场 也比他的败 接下来 这幅截图 是来自沙拉 直线进去 空档 打了阿仙努的身后 被纽尼斯接应 纽尼斯 就立刻跑入禁区里面 扎角度射门 中拢的 不过角度扎 就省门脏 回来 但我最想说的 阿仙努 其实这一场波 在这些位置 被利物浦打通 其实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 无论过头球也好 地球也好 所以我就是说 整条防线 今天的表现 阿仙努 在这一刻来说 接着这个球 就是 由阿里山达阿罗 发动的一次 长传的攻势 后场都靠了 他的发动 或者是全场的一些 直接的攻门 都会靠后场 阿里山达阿罗 所发展的 这个长传非常准成 刚刚打到 格里沙加和加比尔 身后的位置 就是由纽尼斯 突入 你看到纽尼斯 追得 很快的 这个球员的速度走位 其实相当之出色 加比尔又是 再一次 明白明白 看到看到 追 但追不迟 结果就被纽尼斯 全中 这个球员全中的时候 由于因为 沙 沙列巴就担着 鲁尼斯 尼斯 其实也有点勉强 但是那个位置 他完全出到来 他不出脚 又不行 结果出脚 吃得很硬 就是很幸運 这个球员吃得这么行 幸好 蓝斯道刚刚站正 在中间位 如果他角度再静一点 又放一次老乌 从这个角度 也可以看到 蓝斯道上半场 不算入球之外 不算失球 所受到的最大威胁 竟然是来自自己队友的 摆乌龙 接着就是 利物浦追回1比1 这个球 当然就是由 戴亚斯 全中 被纽尼斯 后上射入 饿射 最主要 不是说 入球的 最后过程 而是说 有球迷 在做直播的时候 就问我 他说 第一个入球 其实纽尼斯 好像有越位 的而知 当阿里斯 亚努 也是他 在后场 脚面 扯高波 掉到前场 纽尼斯当时 那一刻 站在越位位置 但由于他说 他不是直接取球 没有参与到 这一次 进攻的攻势 所以 打下来 亦是加比尔 首先碰到 加比尔也 吃了他的位置 很可惜 在想法上 没错 但很可惜 加比尔这个球 又达不到 最佳的效果 有少少 撻皮了 就变了 让 魯尔斯 达尔尔斯 突进 右路的位置 夺得了先机 一直霸入底线 沙利巴也追不及 在全中 由纽尼斯 原本站在加比尔 右手边的 这位球员 一直跌在中间 加比尔同样 发现 看到 追 结果 追不及 往后 助攻的功臣 魯尔斯 因为一次 碰撞的关系 被洛地 还要加上洛地 再坐下的 托马斯帕迪 硬一硬之后 结果他也 捱不住 最后要缓出 上半场 踢不完 就要被 继续入 接着这个球 亦是来自 后场的传送 这次 明显 就算 加比尔 碰不碰 前面 两位 利物浦的攻击球员 碰到球 都会越位 纽尼斯 包括其中一个 但是加比尔同样 伸脚出去 你看到他这个画面 伸脚向后 站着 想拦着球 这一点 同样看得到加比尔的判断 是有问题的 亦动作 做得比较 慌张 这个决定 就不是一个好的决定 比失一比一的球 更加差 这个决定 其实也挺肉酸的 就是这个 又不能完全控制到这个球 接着二比一的反胜 就是再度领先的入球 这个亦都不再详述了 一来就去到下半场了 奥迪哥特浪费了 这个小天马 在左路的推进 大反进中间 再交给后上的奥迪哥特 进入到俄眉鱼 推进进去 马上左脚明射 很好射 左脚有位置射 但是这个球竟然射得那么中间 亦都力度不够 看来奥迪哥特对于这个球 的掌握来说 有点粗之过急 我觉得个人来说是比较可惜的 反而相反 没多久之后 54分钟 利物浦就追回 2比2 这个球 最主要不是看 费明尔射射得很漂亮的 在中场外围 正在猜拳的时候 首先我觉得 迪奥高祖达 实际上太舒服了 阿仙奥没有的 现在他对对都说 踢联防 所以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就是当他控制着球时 而费明尔 从这个高角度来看 一路切入去的时候 其实他都从中路走到前面的 偏左的位置接应 越过了阿仙奥的一众 防守球员 当然还有 沙列巴 就是这样被费明尔突入 很往后的时间 没多久之后 到了这一刻 值得再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这个耶稣仔 跌到地下 大家都很紧张 很小的画面看到 一个球员 除非是很严重性的 伤势 发生了 如果不是 两队的球员 就不会有这样的场面 所以当时呈现这个画面 大家也会试试 而且也看到耶稣仔 躺在地上 也不动 亦看到阿迪达 咬了手指 两位的他的左右手 斯敦云堡 和Steve Rung 大家的神识都很凝重 理所当然 结果幸好耶稣仔 最后也起了身 再看慢镜重播 其实那时候 被人撞跌了 拦截低 倒地 那个就是奥迪哥特 也未起了身 但是那个球员仍然是可以增逐控球权的关系 耶稣仔是拿到那个球员 但在推进的过程 他首先要避一避 奥迪哥特 他怕会踩到他 与此同时 因为这个 避开的动作 稍稍拖搭了 令到 双马卡斯 双马卡斯 结果双马卡斯 也是那一只 又是那一只 罗布的时候 手牙牙牙 没有惯性动作 他又不是矛盈 他也不是全心开爭 绝对不是全心开爭 亦是这样罚到 耶稣仔的鼻子 这个动作 如果你说全心开爭的话 那个势 就不止是这样 大家也可以看回片 但是这个的碰撞 猜不到 耶稣的反应这么大 倒露地下 暈了一会儿 可能鼻子也有流血 结果他最后 再起身 双马卡斯 抱抱他 我觉得两队的球员都很紧张 可能也有几个巴西国家队的队友 在利物浦的赠送 相对地会比较 着近一些 因为大家都希望世界杯 还要代表巴西 去争取这个荣誉 就是这样 关于这一点 亦是看回 有些 球迷就可能会说 其实小天马上满场 都很狡猛 就强行踩到阿历山达阿龙 因为小天马在左路底线出球 出完球的勢 不会立即收到 不会立即收到 同一时间 阿历山达阿龙的脚 遮到来 遮到来 其实可以收的 反而是阿历山达阿龙 他没有收到 引到来 人家刚出完球的勢 还有些如势未了 当然是 印正了下去 而不是有心踩下去 那波 无谓拿这一点 前后又不说的时候 就执重于 小天马上满场 这个同样都是 不公道的 好了 但是往后 耶稣仔起身之后 或者阿仙奴 下半场被追回 2比2之后 同样都是有个 开始 踢出他们这场 最有气势的 一段 20分钟的 时间 我记得在这段时间里 阿仙奴最少 最少的三次 完全是 围拢着利物浦 来继续 围拢着利物浦的禁区来继续 来继续 包括这个 大约62分 即是接近63分钟 的时候 最后 一番混乱之后 就继续 由 Ben Weiss 走到底线前 想出一个地球 幸好 祖亦马迪普 单正的位 撞出底线 令阿仙奴只能逼得 一个角球 接着 72分钟之前 又是一番的角角 轮到格利沙加 企图进入禁区 这个偏左的位置 就横出了一个球 这个球最后 形成不了一次的入球 再过了几分钟的时间 轮到禁区里面 就出现这个景象 博取了一个12码的耶稣仔 这场球真是为国捐区 在泰亚高埃坚达娜 跟他抢球时 就踢中了他的脚 所以耶稣仔就躺下 至于这个球 会不会是比12码呢 老实说 踢到别人的脚 而他跌下了 也踢得硬的 虽然力度不是很猛烈 这样的状况下 球证比12码 也是一个 可以比的空间 範围里面 你极其量只说他可能过而不太败 但最主要想说的就是这个球产生之前的一段 我有数码的时间 足足是由下半场的72分08秒到72分31秒 中间经历了23秒的时间里面 阿仙奴就围着利物浦的禁区里面来打 也有多番起脚 虽然也是 省中对手 被对手阻止了 但最后仍然能够把球分回 同样压在 左路禁区边缘的 加利沙加 他最后传这个球出来 就被耶稣仔拼得到12码 这几段的时间 正正就是我另外一点想说的 技术性激倒的另外一局 就是这场球进攻的展现那方面 表现出来 不是说技术比利物浦好 而是说 在这场球的表现范围里面 的而且一个比较突出的 就是阿仙奴 但这个12码拼得到 但是中间原来就有点争论 彼此之间有很多争论 最主要是加比尔 跟他们的队长 轻仔发生了争论 一路球正近来 似乎不能够即时 化解到这件事情 最后 看到轻仔手背后动作 推推6号的加比尔 看到刚刚 隔利沙加的站在后面看到 所以他就怒了 推开这个牵达臣 甚至乎 也有 一下 用力推开他的动作 但是加比尔为什么这么粗呢 其实 两位都不是被踢 也不是拼12码的人士 但是呢 我们又看到 奥利华先生 这位球证 出到的场面 跟高普和亚迪达 有些 计划 这个有计划 等会也会再跟大家讲 这场 跟阿仙奴三比尔 击败利物浦 我们不如再看看 这个时间 首先看看 就是 阿仙奴金届 现在去到目前这一刻 在英超的入球时段分布 好吗 首15分钟 入了三个球 16-30分钟 入了六个球 真是重点区域 换言之 头30分钟 已经入了九个球 31-45分钟 入了两个球 金牌有一个球 46-60分钟 入了六个球 61-75分钟 又弱点 入了两个球 76-90分钟 入了四个球 亚仙奴金届 对比失球 我记得我这个表 第一次做的时候 是对热刺之前 经历了对热刺 经历了对利物浦两场球之后 依然你会发现 失球分布时段 有三个零 包括 头半个钟 以及 最后15分钟 换言之 头半个钟 就是亚仙奴金届 目前为之最强势的 一个阶段 数分头半个钟 有九个入球 占23个总入球 换言之 大概 差不多有四成的入球 在头半个钟头发生 最重要是没有失球 最后15分钟 应该说 甚至乎 继续保时原场 也是没有失球的 亚仙奴 还有一个 后段时间 应该说防务能力 挺坚挺 反而这个时间 最后阶段 入了四个球 给大家看看 去回失球分布时段 也是集中 失开球的三个时段 统计里面 由31分钟 到下半场 75分钟 这样 计算上半场的保时 要说了 大家看到76-90分钟 亚仙奴一共入了四个球 入球分布 有时的入球分布 都不能够反映 现实反映 一切 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 这个图表出来 看似亚仙奴都轻轻松松 其实 如果你计算 今届每一场球 去看 这个表 显示不了 有一部分 亚仙奴其实是相当 相当之惊险的 要跟大家说的 正正就是76-90分钟 这四个入球 因为这四个入球 这四个入球 来自于 联赛第一场 作客队水晶宫 去到尾段 88分钟 才凭着薩卡制 逼得对方 摆污笼 就领先到2-0 这是76-90分钟的 第一个入球 这场球 大家记忆猶身 水晶宫 其实在下半场 猛感 阿仙奴 比较差劲的 就是联赛第一场 下半场 完全失散形势 幸好在最后 逼得对方 摆污笼 就是这个时间进入 有2-0这个入球 这也挺重要的 第二球 就是对着 富咸的时候 当时 仍然是1-1 最后 就是凭着 加比尔 将攻负罪 首先是因为他的失误 被米特努域射入 后来就凭着一个死球公使 自己在门前撿鸡把握到机会 又是这个时段 才领先2-1 第三次 同样都是小天马 77分钟的入球 最重要是 亚士东维拉 刚刚被亚士东维拉追回 就是 杜格拉斯 雷斯的佛球直接射入 应该是国球 直接射入网的 那个球 所以同样都是 自胜球 去到这场球 同样都是有个12码 也是在这个时段射入 所以 统计 76-90分钟 这四个入球 看似阿仙奴 去到尾 都有一些入球引 都不错 但是其实这四个入球 每一个入球 都相当之重要 这四个入球 是帮阿仙奴 真真正正 拿到12分 如果 不幸 这个时段 没有入球 阿仙奴随时 都没有 所以 看似前段入球 都几多了 后段又没有失球 但是其实你计算的形势 现在抽到出来 这四个入球 我刚才所形容的那四场球 每一球都是相当 相当之重要 即是换而言之 阿仙奴可能踢了一大半场 某部分的赛事 其实都仍然未得到 绝对的优势 还原了阿仙奴 这一阵的优势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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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场的传播次数 虽然利物浦 整体全球次数 高于阿仙奴 但是前场 阿仙奴 有146次 利物浦 只有117次 成功的全球 都有96次 前场 利物浦 只有79次 而你的而且 看见在全场 前半场的全球分布 你会看到 阿仙奴的密度 比利物浦高很多 尤其是 在右路底线前的那段位置 阿仙奴 都挺频繁的 你看看利物浦 在进攻右路底线前的位置 多干净 换而言之 在攻势的发动 在攻势的组织 在攻势产生出来的威胁 阿仙奴 就是比利物浦休胜的 亦都看回这个 即是全球进入禁区里面 阿仙奴有37次 利物浦只有18次 多出足足整倍有多 而 成功全球进入禁区里面 交给队友的脚下 也有21次 而利物浦 只有7次 这一项也是技术性的反映 亦都想说说 我刚才说过 博得12码的第3个入球 中间就经历了20几秒的违突 违攻 原来看赛后的报导 就说阿迪达在中场 时候回到更衣室就误事过 说上半场有些情况 也踢得不太好 虽然领先 所以下半场 特别要加紧迫场 尤其是要尽量 整个第二次 正正在72分08 到72分31秒之间 阿仙奴不断的传送入禁区 扫回起脚 被阻止 被对手阻止回来 仍然是可以控制 再做进去 不断地做 不断地弹回来 最后就交给亚利沙加传中 既然攻得这么好看 阿仙奴开来 这届这么多场英超赛事 总结一下 原来在 进攻的推进方面 左路占了35.7% 中路占了27% 右路占了37.3% 证明右路仍然是 上落推进 会比左路多一点 利物浦也可惜 这场球 保持前后上下半场 加上 超过 超过10分钟 由于阿里斯特阿努 路易斯大雅斯 都曾经倒地受伤 要治理 南施道也是 耶稣仔同时间也是 在这里也想跟那位 亚迷或者利迷说一声 其实近一 先不要说高普来到之后 阿仙奴对着利物浦的战绩 是多么惨淡 而且近这几届 如果要在英超达赛岛的高度 所望的球会 一定是曼城和利物浦 所以如果能够正正式式 在一场三分球中 击败对手 对于士气 对于整队球的信心层次的提升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对球迷也是 我相信那位利迷都可以体谅 或者是了解的这种心情 本来这种心情 可以快些出现 可以年头1月1号就出现了 对曼城那场球 亦都一度领先 最后输一比二 无奈地那场球 如果整体技术发挥 怎样都未及得曼城 虽然输得也有点不值得 但回到这一场球 终于切切实实地 能够击败到利物浦 即是对整队球 可能整个气质面貌 这一届也很不同 可能会 更上一层流 这种能够击败 最强的两间球会的其中 只有一队 对阿仙努的意义来说 或者 对于重建阶段的阿仙努来说 去到这一刻 可以说是 真的可以看到一些成绩 虽然利物浦的状态 之前的分析也说过 这一届不是很好 不过始终也是一只具实力的球队 回来看 利物浦其实这一场球 也进入了两个球 可能他们对着其他球队 已经是 有足够的能力 去全取三分 有些评论就认为 对着利物浦这场球 简直就是属于 一个大考级别的关键的比赛 我自己也很认同 所以我就说了 其实开季到现在最大考验 一定是对利物浦这一场球 亦都是阿仙努凭着下半场 更加出色稳定的表现 通过了 这一次的考试 无论是最后的分数 甚至是比赛的过程 阿仙努其实也是 发挥比较好的一队 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这么说的 跟大家分享 就是利物浦的名宿 丹尼梅菲 他在赛后有这样分析 他就说 阿仙努的信心 其实是在下半场 建立起来的 这个正正是因为 他批评利物浦 进行了错误的调整 利物浦进行了错误调整 在哪方面呢 他说因为 利物浦的问题就是下半场 不再继续用长拳 打阿仙努的身后 找纽尼斯 纽尼斯的跑动是很好 但是下半场 他竟然仍静了很多 纽尼斯 改为打短传 利物浦 这个令到阿仙努 反而这样 就得益 而且他们也 够胆 和利物浦斗场 下半场 薩卡仔 马天尼利 小天马 在两翼的侧击 给到利物浦 很大的麻烦 压迫了利物浦 那条防线 越压迫 阿仙努的球员整体 也是信心不断的加强了 当然他的解释就是 为什么利物浦 因为这样 改打短传 就不能进入第三球 我刚才也说过 因为你没有了阿里斯安德·阿努 其实后场的长拳威胁 一定就少了很多 再加上沙拉的 状态也不够好 但是 丹尼梅菲 另外说阿仙努那一刻 我挺同意的 他就说 阿仙努的整体体能 非常值得要关注 以往你经常能够看到他们会在比赛的尾段 体能透支 而他们现在对体能的分配 就更加掌握得好 今天的比赛最后阶段 阿仙努的比赛战术仍然是 营造得十分之出色的 他们没有一尾去解围 保持升局 反而仍然是继续寻求多些的控球 不管在后场 或者在前场 总之利物浦 控到球之后 始终利物浦也没有办法形成 我们过往看到 甚至压迫性的一个围攻逼抢 阿仙努的最后时刻的表现 令人对他们仍然站在榜首位置 感觉到信服 另外有位BBC首席的足球记者 麦克洛迪 在赛后亦 有这样的评论 就写道 阿仙努在过去对着顶级球队的时候 会不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在精神意志方面 是比较脆弱的 万一有失波之后 就会成为全场比赛的一个转叠点 因为一个失波可能会令到一班的枪手 从此就一决不振 默默地承受这个输波或者失分的命运 但今天 利物浦纵使两度攀平 阿仙努仍然展示出一个足够的韧力 以及饥饿感 那个球性的欲望 他认为阿迪达和他的球队 是完全 不接受 一场的和球 他们只是想要一场 胜利 这位BBC首席的足球记者 也真是很了解阿仙努过去 对着强队真是不失波 一失波就马上倒的那种精神状态 这场波或者由上届下半季开始 其实这种信心 这种坚韌性 已经是慢慢建立了 不是说是今届才开始 有另外一项的数据就是 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的五次对战利物浦 阿仙努都只能够 尋求一些反击的机会 不用说了 过去的五场比赛 阿仙努的进攻 在利物浦的禁区 总共碰球的次数 原来才只有44次 五场加上都是44次 即是平均每场9次 碰球 不是起到脚 只是碰球 但这场球赛 90分钟之内 单单在利物浦禁区中 碰球的次数 就已经有46次 我相信下半场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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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多个数据 大家都可以了解 亚迪达 原来亚迪达 自从上手执教阿仙努以来 阿仙努旗下 21岁以下的球员 21岁以下 在联赛 入球总数 居然已经有54 这个数字 不单是英超排第1 还要比其他的球队 他最少多出22个球队 我没有认真数 我真的没有认真数 多出22个球队 真是挺夸张的 不过 我们要看 撒卡仔 你再介绍 小天马那些 即是他们的入球能力 还有史密夫露维 这几位 可想而知 阿仙努的青春风暴 并不是真的写出来 四个大字 这么简单 而是非常非常 实际 好了 形容一下利物浦那方面 那 我想利米也不会介意的 因为也听到 的而且确利物浦 今季开季以来 是有问题 问题不少 八场波子 能够得到10分 可以算得上 是其中一次 英超最差的 开季的成绩 亦都是目前在壁式式的球队 还未能够 在这个 打在前列 可以叫做是 取得到欧洲赛 席位的那些位置 没有的 唯一一支 就是利物浦 跌出这个区 所以说 如果 经常都跟大家说 在季前的时候 季初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难相信 利物浦会这样 但是这一点 就要说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今季的断电 其实是有很多 结构性的问题 出现了 阿仙奴这场波的时候 都已经表露无为了 其实对着曼联也表露无为了 或者对着白礼顿也是 老化这个问题 要说年纪 利物浦这场波的 正选11人阵容 就是 28岁 0342日 可以几乎 叫上20支英超球队里面 最高那一阵 而阿仙奴是24岁 186天 英超里面 第2年清 第1年清 是修咸顿 所以年纪的上升 令到 运动能力 下降 变成了 执行高位迫抢的时候 只有其形 而没有其实效 没有实效的话 即是同时间 一直扔下去 你就会损失了 丧失了很多 一些细节上的 环节 以及以往的 雲迪克 形容他 在死球的时候 会冲击对手的禁区 或者是压到上来 中场中圈的位置 进行一个 好像整个中场球员 去调动场面 这一点也是 雲迪克 其中几项散手的招牌标志 再加上对角的长存 但是今时今日 现在的雲迪克 只是能够扯战扯退 只是能够扯战扯退 曾经的世界第1首位 如今今价英超的表现 已经清不上 达不到这个 清号 另外 佐端亭达臣 亦的体能已经不足以 成为 在后卫面前的 一个很好的屏障 或者是 转接 立即发动长存攻势的 一个比较全面的角色 相反地 他会越来越被对手针对 反而成为了中场第1大的缺口 可能就是这个亭达臣 再加上 逐游之后 似乎状态未回复之前 我认为现在只有六七成 就是这个沙拉 而他一对一个波的成功率 亦都下降了 速度 因为这样 影响了他的推进 我们感觉上 他也没有那么快 所以信心也下滑了 令到射门有时都觉得 比较拖达 准程度 也不是太高 我们要看一种情况 就是说到 利物浦上届 去到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看到 他们有些苦苦支撑 撑下去的感觉 可能就是咬了那一口气 可能是那个阶段 一鼓作气 其实遮掩了 不少的缺陷 我记得我曾经 做那一集节目 找了一位利迷 王肯尼 我就问过他 其实你觉不觉得 这一届利物浦 即是上届来说 那个后衛回防 转身的速度 慢了 他就认为 可能是因为 想斗心一点 去踢 或者是怕伤 就不是说真的 慢了 但现在看到出来 是真的慢了 尤其是这个 雲迪克 有幅高清的图片 就是 有些网站 统计了出来的 我们也看看 那就是说 上一个球季 利物浦的高位 迫场 那条界线 平均都是 四十多到五十米 五十多米 都压得几前下 上届如果统计下去 只有四场波 四至六场波 是在四十多之间 但是这一场波 就跌到最低 这一场波 只有三十三点四 防守线的最高 高度 平均来说 跌到这么低 也是这两届以来 最低的一刻 从此可见 利物浦 传送这么多 高于阿仙奴 大部分 其实都是集中 自己的 后半场 但是去到这样 你已经是那种 所谓的高位迫抢 荡然无存 放长泉打快攻 阿历山达阿努受伤 下半场也没有了 这一部分 改打短泉 或者是想踢多 踢多一些中路的攻势 正正迎合得到 阿仙奴 亦都是 一开来排4231的阵式 承接对着格拉斯哥流浪的 吐露 但是在这四个前锋 四前锋好像是很抢僵的 沙拉 纽尼斯 祖达 和这个的 鲁尔斯大压斯 但是没有一个球员专职 专门去做下策认 或者稍稍退后做球 肩负起最少半个组织者的角色 没有 这四个人都没有 反而就是我刚才说过 要依赖阿历山达阿努 他后场的长传的输送 而中场 由于这样 四个前锋 中场只剩下两个人 换而言之 在中场遮盖着后位的屏障 其实你是更加少了一个人 要问一问高普 这一点究竟是有辣 还是有不辣 当然啦 你又很难说 靠一个泰国阿监达 帮你掃除所有球 而鲁仔刚才的问题 亦都是 根本上 他今时今日 经验是十足的 斗心亦都十足 但能力上也是退化了 这样一个31 一个32岁的中场球员 未来更加年纪又大 利物浦 一月份 随着阿道美劳 手术完之后 也不知多久才能复得出 一月份最少 一个 甚至乎 两个中场球员 都不是过份 要立刻添入 还要是即食有级数 利物浦 经历了一个新旧的交替 年龄增长 体能就老化了 不能重拾以往那种 最高压迫感的足球 出来 但也没有 很成功的相应 适合现在这班人的踢法 的一个阵式 调教得出来 这个高普有责任 高普有很大的责任 这一点 他其实应该是最了解 这一班球员 可以能够去到哪里的一个人 有些球迷 可能会说 那你就抱一些班主 不肯扔钱 是吧 或者是觉得高普 教得这么好的成绩 可以啦 他教得就可以了 或者用一些新人顶上 都可以马上填补到 就算纵使是这样 也好 其实因为 高普手执着这班人 都这么久了 整体上大部分的班底 我认为他现在的4231 要看看对什么球队 你可以或者 踢4233 4231 都是一个阵式 怎样去 能够令到球队有更加好的发挥呢 如果踢长全反击的 事实上我刚才所说到的 防守线 越推越后 不重要的 其实最重要的 正如你高普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说话 就是后面最重要先不要失球 总会有机会 但是你要不失球 这两场联赛你失了六个球 那你怎样填密后防 甚至乎 说他难听一点 如果踢underdog足球 是让你稳定成绩 拿回很多分数的 你踢不踢 你当今价是一个过渡期 顶住先 你肯不肯 当然我只不过是 说了 实陣子怎么继续 当然 他们这些顶级的教练 才会知道怎样去做 在英超来说 年纪老化这个问题 影响 可能比其他的联赛更大 因为在单场的比赛里 跑动的距离上 今季 开始 利物浦场场都比对手更多 每一场对手 不是 和你差不多的 一定是多于你的 就是场上的跑动距离 等于我记得 我看到有某些球迷的留言 就是这么说的 当年 拉兰娜 还是效力利物浦的时间 当被高普换出的时候 走到场面 要抱着高普 累到这样的 这个就是瘋狂的跑动 现在 有心无力了 这一点 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就算你多买一两个球员回来 也可能是 自到标 但是怎样去自本呢 你是有年轻人在 但是你用年轻人为主干的话 可以 体能的上面 可以和你弥补提升 不过你小心 影响成绩的稳定性 同样都会 要选择 要牺牲 这届会不会在过渡期 去 出一些奇招怪招 顶着 或者更加低位的防守 这样可以吗 填密 要是雲迪克 不要那么辛苦 这个 就来看看利物浦如何去调教 所以今集的阿星龙节目 其实相对地也说了利物浦不少 事实上我再重申一句 就是说 阿仙龙 能够击败利物浦 对阿仙龙的球迷 对阿仙龙整支球队来说 意义都很重大 不是说什么 因为死敌 两间球会其实是挺好的 我觉得 所以今场有些争讨的场面 我自己也是 不想看到有这些情况发生 OK 好 要说回了 今场球里面 也有一些争议 就是 十二马特班佛 看到奥利华也走出场面 跟阿迪达 和高普一番的讨论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今天的英格兰传媒也报道 这件事要上报去捉总 捉总是问话 到底要问球证呢 这件事的细节的内容 是否讨论 有些球迷 或者有些评论猜测 应该是来自 佐敦·坚达辰 和加比尔之间的争论 这样两个人站着骂 我相信也不足以 令到见惯大场面的 奥利华先生 要杀有戒事 走出场面 跟高普 和阿迪达 密针 这件事 我们当时在电视机的画面看到 也很有疑问 但是 那一刻就没有再有其他的途径 令我们知晓到发生什么事 而镜头也不足以交代 球员那一部分 到底完全发生了什么事 据闻 可能 据闻可能 我现在录影的这一刻 我未有 一个更加具体确实的资讯 可能是佐敦·坚达辰 对着加比尔说了一些 的说话 到底是什么说话 我不知道 要看看 经过奥利华 上报到英格兰捉总之后 看看 或者英超赛会之后 看看会有什么解说 到现在这一刻 无谓太多的揣册 不过 肯定这件事 还有下文 而另一个争议 当然就是上下半场 两位奥利华先生 就是他在禁区里面的 判罚 首先当然就是说 十多分钟时候的 迪奥高·祖达 在右路一个禁区里面的 全球 省就省中了 回来包抄 追截他的加比尔的左手 而加比尔的左手 就遞起了 离开驱赶的 我都说 在我们过去的认知 一定是实验下的 好了 英超的球证是如何判罚的呢 看回IFAB 就是这个国际 足球的 理事会 所定下来的 规章 就是这么说的 当然 故意用手臂部分 碰球就一定是手球犯规了 但具体的细节还有几项 比如说 球员的手臂的位置 不在特定情况之下 或者是 在运动情况之下 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有时要保持平衡 这样 先可以签带一张手 这些合理范围里面 手臂规摸足球 便会被认为 属于 不自然 扩大身体的范围 或者可以這樣說,有另一個說法 擴大了防守上面的面積 在這個時間,如果你的手碰到球 肯定是手球,肯定是為例 如果自己禁區這樣的話,肯定是吹十二馬 但是如果 球 接觸對方的攻擊球員 手臂而直接入網 無論攻擊球員這樣 碰到手部再入網,無論是有意無意 都是犯規的,這是講攻擊球員那一刻 全面一點去講一下 同樣,當球 觸碰到進攻球員的手臂 觸碰到他之後,然後再入球 即使這個球是有無意的手球 都是無效的,我們看到拉斯福特 在曼聯對愛華頓那場球,原本射到三比一的 最後都被吹走,因為 他跳起避過對方球員的時候 那球是無意中彈到他的手,但是無意有意 他最後四日都是判手球的 不過要這樣看 在上個球季 二一到二二球季之前 IFAB就曾經對手球的判罰 增加了一些細微的解釋 就是說,球證的目標就是要判定 這是不是一個故意的行動 也就是說,任何的防守球員在 省中一隻手的時候 或是碰到球的時候 接近的程度 遠或近,也會影響球證的判決 以過往來說,奧利華沒有理由不給12馬 為什麼他不吹呢? 一定是這麼明顯的手球 不吹呢? 其實可能他有些更強大的理由 這個 我們就要這樣看 因為 加比爾的前輩的確是遞起了 好像是不自然地 擴大了身體範圍 應該也不是很像 簡直是 幾乎中了九成 問題就是 因為奧利華唯一一點可以依據蠟燭的地方 他就認為太近了 所以就省了他 加比爾這個球 或者叫阿仙奴這個球 不輸12馬 真的非常非常之幸運 而且確,他這次運用不判12馬 是在現在的規章裡面 是屬於合理的範圍 不過合理當中 一定有空間走 走了之後,在這個空間遊走 天秤究竟他傾向哪一邊呢? 他這次傾向了阿仙奴 距離是不是很接近呢? 我覺得不接近 我個人覺得不接近 尤其是遞開了手,就更加不接近 相反的 如果加比爾全程的手,都緊貼自己的身軀 我就覺得很接近 因為遞高了手,其實也是一個距離 其實更加拉開了距離 我個人就這樣看 我會認為是很幸運 苦心自問 阿仙奴最近的 狀態 那個形勢 就算這個12馬 讓你追回1比1 就算讓你追回1比1 我相信阿仙奴仍然是有能力在這場波爭勝的 事實上1比1也有出現了 雖然那個過程不是這樣的 也要從這場波平均 整個過程中 去衡量 不是單單只看這個波 應該贏 或者利物浦不應該輸 不是這樣去看 下半場輪到 如果耶穌仔被阿仁達娜踢跌的那個 是踢跌的 但是他也是向著波 有些球迷認為 就是大家不打賺波而已 不過你比我更快 那就踢跌了 當然踢跌了 這樣跌 在尺度上 同樣可以 比12馬 我自己的見解就是 兩個球 都可以比12馬 就是這樣 最後回合一下 重新回到利物浦的方面 因為他們有雙兵 戴亞斯是最好表現的人 受傷 阿里山達娜 那個 在後場輸送 對於利物浦的攻擊能力 都相當相當之重要 沒有了這兩個人 其實就是利物浦的攻擊力 會進一步下降 要看看高普 會不會踢一些更經濟的足球 可能要保守一點 前面留一些球員打壓突擊 會不會 起碼後防的壓力 不要那麼大 先填密一點 阿仙奧那方面 其實一直到世界杯前 都有很多的硬仗 兩場對著歐霸杯 PSV 燕豪芬 我覺得不容易吃 另外11月初 又中了一場作客車路士的比賽 最後一場世界杯前 就對狼隊 狼隊應該毫無疑問 就是盧帕迪古 就會上任執家 終於 幾個葡萄牙教練 走了之後 迎來這位的西班牙教練 看看對狼隊來說 又有什麼衝擊 就是這樣 OK 看球 唯有逐場逐場 繼續支持 繼續撐 今集節目時間 就到此為止 請到 再次 請到 多謝 詞 先到